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央朝廷地方政府和官僚地主的三重剥削之下 宋太宗治理下的属地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属地的官员毫无危机意识 所以在宋太宗统治下的属地 所有的盘剥者都还生活在梦里的时候 也就是重化四年 公元993年 北宋建国 才三十多年 属地有一个农民叫王小坡 他举兵造反了 这个王小坡的起义 在中国农民起义时上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起义 这个起义爆发的在统治者看来很突然 而实际上这个起义呢 它是早已经虚击了很长时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一种这种爆发 遗憾的就是统治者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 没有任何的感觉 他感觉很突然 实际上并不突然 王小坡起义以后啊 我们根据现在文献的记载 有两句话 说寻日之间归之之数万有 什么叫寻日之间 寻是十天 寻日之间也就是十几天的时间 王小坡 他的起义能聚集了几万人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个可以说是完全祝福人们的意外之外 王小坡起义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掀起这么大的反响 原因很简单 一句口号 什么口号呢 三个字 君贫富 这个口号很有号召力 史书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五级贫富无君 经为辱备君之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最痛恨的是贫富两极风化 现在贫富这么不均 我来给你们君贫富 所以君贫富这三个字 打动了几乎可以说是属地老百姓的心 王小坡的起义可以说在起义的初期 非常顺利 我们中国的成语非常多 其中有一个成语叫势如破竹 用这四个字来形容王小坡起义初期的形式非常恰当 叫势如破竹 发展得非常迅速 非常快 为什么王小坡的起义在初期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因为王小坡起义的时候 属地老百姓本身就生活在悲惨世界里边 本来生活就非常穷困 在那个生活中间 辅税交纳不均 土地占有不公不均 然后导致贫富风化非常严重 在这样一种严重的情况下 他提出来的军贫富 一下子打动了属地 所有和他同命运的人 这样就是很多和他同命运的人 纷纷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 而且这些人是怀着强烈的仇恨 参加起义军的 而且这个军贫富又给他指出了一个明确的 一个行动纲领 所以起义军初期可以说发展非常顺 这是因为他目标很现实 重华四年公元993年的12月 王小坡带领着大批起义军去攻打江源县 就现在四川崇州的东南的一个地方 江源县 江源县的守军的这个统帅是大宋的四川都寻监使张奇 这个张奇这个人很狡猾 他直到给起义军硬碰硬啊 打不过 所以他想来想去 苦思冥想 想了一条好计策 这个计策好不好呢 好 好到哪儿呢 确实给了起义军重创 但是他又不好 他让张奇丢了轻轻性命 什么计呢 就是诸葛亮曾经用过的空城计 当王小坡带着起义军浩浩荡荡来到江源县城的时候 这个张奇让县城城门大开 然后他就藏在弓箭手的身后 他希望王小坡的起义军看到洞开的大门 能够知难而退 但是他没有想到 见证奇迹的时刻 奇迹没有发生 诸葛亮当时搞了空城计之所以能称公兄 诸葛亮太了解司马仪了 司马仪的性格两个字 多仪 太多仪 所以他能取胜 而这个张奇对王小坡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这一个草民是个什么心理 是个什么性格 王小坡从起义一直来 一直打得顺风顺水 可以说所向披靡 所到之处 官军和那些大户人家 不是望风而逃 就是尽力是好 从来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 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 王小坡培养出的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 就是超级自信和超级勇猛 所以一看城门大开 他就做了一个判断 他也停了一下 最后判断的结果 这个江源城的守军 是闻风而逃 即使不是闻风而逃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知难而尽 所以短暂停留以后 齐军长驱之路 这下子让张奇大跌眼睛 齐军越走越近 等到进入射程防卫之内 这个张奇一声练下 万箭齐发 射向齐军 齐军开始遭到迎面痛急 连齐军的首领 王小坡的额头上中了一箭 场面有些混乱 但是王小坡不会是齐军的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很快忍着剧痛 镇定下来 指挥齐军继续进攻 而在这个时候 王小坡的七弟 他妻子的弟弟 叫李顺 听说齐军受挫 带领一支人马也冲过来 两支人马合起来 把这个张奇斩落马下 江源成顺利拿下 王小坡不幸牺牲 江源一战 王小坡牺牲了 王小坡的牺牲 暴露了齐军的一个弱点 就是只有自信和勇猛 是不行的 这个自信给勇猛 还要加上智慧 否则就会过于不及 当然也反映了 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缺陷 一个人 在截二连三的胜利面前 很难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王小坡死了以后 军中不能一日无主啊 众人就推举谁呢 推举他的七弟李顺 当了齐军的首领 所以这次起义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都是提王小坡李顺起义 李顺为什么能当上 齐军的领袖了 两个条件 第一 他从起义开始 一直跟着王小坡 他对齐军的情况非常熟悉 熟悉是一大优势 第二 李顺在齐军中约 一直口碑很好 很有声望 一个熟悉 一个声望 最后造就了李顺 成了齐军的第二任的领袖 李顺当了齐军的领袖以后 果然不负众望 打了一连串的胜利 首先攻陷蜀州 蜀州就今天四川的重州 就在今年成都北边的 一个重要城市 这是一个蜀东之蜀的 一个繁华之地 交通要道被拿下来了 紧接着攻下了穷州 穷州就今天四川的穷来 把穷州的支州通判 很多官员全部杀了 再接着攻陷了永康军 在永康军那打了一仗 这一仗打完以后 把永康军双流 双流县现在已经并入成都了 双流县 新京 温家 皮县 全部打下 然后攻打成都 成都是四川的重镇 打成都的时候 李顺的军队把成都的西国门都烧了 但是打得不是太顺 李顺就迅速把军队撤出来 攻打今天的广汉 当时叫汉州 然后把广汉拿下来 再攻打今天四川的彭县 当时叫彭州 把彭州也拿下来 这是李顺非常高明的地方 打成都打得不太顺 他迅速把军队调过来 把今天的广汉彭县全拿下来 这样做了好 结果是一举三德 第一 迷惑了成都军 让成都守军不知道 李顺大军的矛头 下一个指向哪里 第二 鼓舞了士气 截二连三的胜利 让李顺军队的士气打仗 第三 修整了部队 让部队得到了修整 在打下这一地方以后 挥兵攻打这个成都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起义军攻占了成都 建立了大树政权 原在开封的宋太宗寝石南安 那么李顺的大树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百家将谈正在拨出 宋太宗旨 风起云涌 王小波虽然走了 可是起义军在李顺的率领下 气势丝毫不解 兵分极鹿攻城掠地 扩大胜利果实 经过极次关键性的搏杀 将王小波的魏晋事业 做得越来越大 让原在开封的宋太宗 军臣震惊 最后李顺把目标瞄准了成都 成都是四川的重镇 李顺第一次攻打成都不太顺利 那么这一次会顺利吗 请继续收看 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送史 宋太宗第二部 风起云涌 这个时候 成都的首将叫郭仔 郭仔被宋太宗任命为 成都的支州 是两大原因 第一 此人 有智蜀经验 他曾经在蜀地 追捕过盗贼 而且口碑很好 有经验 第二 他能感化容忍 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第二条 因为郭仔在担任 这个成都支州之前 担任秦州兼延边都巡检史 他在这个巡检史的职位之上 做得不错 因为这个职位呢 是一个和少数族啊 打交道的地方 前任的都是带着军队过去 对那个少数民族恫吓一番 郭仔一改那个做法 他用感化的手法 跟那个少数民族的关系 搞得很融洽 所以宋太宗任命他 去担任成都的支州 从这个人事安排上 可以看出来 宋太宗 这个时候 对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啊 有这么几点 这个认识 第一 低估了王小波的起义 他没有派大军去围剿 而是派了一个新的支州 他认为王小波的起义 无非就是一些 几个泥腿的几个农民 几个草民 不满意跟他闹事 派一个官员到那去安抚一下 是吧 镇压一下 就足够了 用不着我调派大军入川 去进行这个评判 这是对王小波齐军的低估 第二 反映了宋太宗 这个时候他最想处理的办法 是用安抚的手法来化解这场起义 宋太宗自认为自己是个仁德之君 他认为自己的人政做得很不错 所以他现在一开始还不想用军事打击去解决问题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苦衷 因为这个是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时候 宋太宗正在和党像族的李继谦 我们前面讲过的和李继谦那个斗争 打得热火朝天的 他不想再抽人到四川来再开提一个第二战场 但是宋太宗没有想到的是 王小波的起义已经是风生水起 坐大坐枪了 已经具有 李顺的时候已经有十万之重了 打成都时候有十万之重了 这个成都之州 到成都去担任之州 他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所以郭仔在走马上任的时候 有一个算命的人给他算了一命 这个算命人告诉他 成都早晚一定会沦陷 你到成都去坐之州 那时候肯定守不住 我劝你啊 别去那么快 走得快了 把你都搅和进去了 走得慢一点 慢悠悠的 你还没到 成都都沦陷了 那你的责任就小了 等你上了任 成都从你手里丢了 那你脱不了干系 但是郭仔这个人比较老实 他觉得亡命难为啊 皇上叫我去 我不能不去啊 我怎么能慢能不能走呢 在一个国家危难之际 我不能顾及自己个人的安危而不去啊 所以郭仔就急吼吼的跑去上任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此时的李顺的起义军 已经超过了十万 十万大军 然后 兵林成都 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所以 守军很快就显出了颓势 守不住了 郭仔最终 开了城门 带着 拜兵 逃向自主 逃了 郭仔一逃 李顺的军队顺利的占领了成都 成都可以说是属地最大的城市 最重要的政治军级军事文化中心 成都被王小波李顺的起军占领了 那意味着整个西属几乎全丢了 李顺进了成都以后 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成立了自己的政权 自封为大鼠王 换句话说 也就在一年之间 王小波给李顺 在四川搅起了一股 惊涛骇浪 建立了一个由草根 农民建立的政权 大鼠政权 那么李顺 在建立大鼠国的方面 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伪造身份 因为李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农民的心目中间 自古一来 当皇帝的人 能够当王的人 你说这叫王爷 王爷不是干出来的 王爷是生出来的 他怎么能当个王爷的大西数国的国王呢 所以他在想办法伪造一个身份 他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是被大宋灭掉的后蜀的王国之君 孟昌的一父子 换句话说 我不是一般的人 我爹就是那个被大宋灭掉的西数国的国君 孟昌 这不就行了吗 那我爹是王爷 那我当王爷就顺利承担了 而且王小婆死了以后 李顺就立即把自己的名字改名 不叫李顺了 叫孟顺 因为那爹叫孟昌嘛 所以改名原姓 叫孟顺 伪造身份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富国改元 既然我是孟顺 那么我这个国就不能叫别国了 我还得叫大蜀 而且给自己改了个年号 既然当了王啊 要有年号 什么年号呢 应运 顺应时代 要应运 第三 建立国家机构 大蜀国是一个实实在的实体 而不是一个面子工程 所以李顺建国以后 从中央到地方 他设立了一整套的行政机构 但是没有创造 他那个行政机构 完全是仿照着开夫的老赵家的 那套机构 名字还叫那个一样 建立了一整套的自己的政权 这样 那么大蜀国就进入了具体的治理的阶段了 第四 发行货币 我也要设银行发货币 他发了两种货币 一种是铜的 铜制的 铜柱的 另一种是铁柱的 铜柱的 叫应运元宝 铁柱的 叫应运通宝 应运是他的年号 应运元宝 应运通宝 货币发行了 在蜀地就 他统治的区域中就流行 有自己的货币 你看 有王 有国号 有年号 有政权 有官员 有货币 整个一套 全部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什么政权呢 地方割据政权 建立了一个 以大宋 向对立的地方 割据政权 所以这一套 做完以后 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 学习界很多人觉得 李顺比王小波厉害 李顺比王小波强 王小波满满撞撞的 叫人家一箭给射死了 李顺人家给他做大做强 而且建立一个大树国 实际上 我们对李顺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李顺确实对这个大树国的建立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也应当看到 大树国政权的建立啊 是个必然的结果 你王小波刚开始起义的时候 当王小波领着起义军在清城县 刚开始闹着起义的时候 当时起义军什么心理啊 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啊 生存 你敢带头反抗中央 搞武装起义 你只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 你得活下来 不被人家杀了 然后得有饭吃 这是第一位的 这个时候什么建立什么政权 那发行货币什么都谈不上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一时彼一时 攻下的城池越来越多 参加一军的人数越来越多 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 李顺的名气越来越大 到这个时候 李顺想起来建国了 这叫什么 这叫实事造英雄 这个实事的发展 最后导致李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成了大蜀王 第二 李顺也有局限性 李顺最高的愿望 是做一个格局一方的大蜀王 李顺并没有在做建立大蜀政权以后 李顺并没有立即派军去攻打开封 然后建立我的全国性的政权 他没有这个想法 在这点上来说 他给王小波 差不多是一样的 就说他们都是造反英雄 但是他们都没有更高的目标 这个人生过程很重要 但是目标也很重要 因为一个目标的设定 往往意味着这个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你这个人是一个集团的领袖 那么你的人生目标的设定 还关系到你的这个集团的生死存亡 所以大蜀政权的建立是实时发展的必然的趋势 大蜀政权的建立也有他自身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宋太宗决定出兵讨伐李顺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却派了一个宦官作为最高统帅 宋太宗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呢 百家奖坛正在播出 宋太宗旨 当然 在大蜀政权风生水起的时候 远在千里之外的宋太宗并没有闲着 太宗在开始的安抚失败以后 宋太宗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了 一会草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把整个蜀地几乎全部占领了 而且建立了大蜀国 成立了自己的政权 组织了自己的国家机器 这让宋太宗大跌眼睛 他必须采取措施了 因为大蜀政权的建立已经突破了宋太宗的心理底线 不能容忍 所以太宗出招 接到了 第一 召见宰相决定出兵 首先是召见宰相 商讨出兵的事 当然出兵得有理由啊 凭什么去打人家 我们看 续自治通鉴长篇上 记载了宋太宗很有名的一句话 任令龙鼠之民陷于涂炭 我怎么能够容忍让四川的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呢 这就是出兵的第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呢 解救百姓 理由之二 也是通鉴长篇 徐通鉴长篇记载的 说去年以来连雨数月 此以兵器之应 正当不分军马 但其逃平之 他从去年以来 开封这个地方啊 全国到处是下雨 这是个天象 天象告诉我 天老下雨 等于是警告我 要派军去把他逃平 这是出兵的第二个理由 天象招事 老天让我出兵了 第二 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那既然决定出兵了 选谁做将领呢 这个人 我们如果大家听过 宋太祖那个系列 你会知道这个人 他选的是一个叫 王继恩的人 知道王继恩吗 王继恩就是 我们讲过的那个 俯身主影中间 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宦官 王继恩 选了他担任 西川昭桃使 作为这一次入府镇压 李顺齐军的最高统帅 是一个宦官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纳闷了 宦官不是在皇宫里了吗 不是伺候皇阿玛了吗 伺候太后太匪了 怎么跑去当君子了 这大家就不明白了 这实际上和宋代的官僚制度有关 宋代的宦官 确实是掌工业之事 就负责公众的事情 但是宦官有两个机构 很特殊 一个叫内室省 一个叫入内内室省 这两个机构的宦官 管都不是宫中之事 而是朝中之事 王继恩 是太宗的大红人 他岂能就在宫中管一些后宫的宫女呢 王继恩早就是从太宗新国三年开始 他就一直是在各地担任军职 所以他对领兵打仗并不外行 这是选派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条 宋太宗对武将的防范心理 太宗可不是一般的皇帝 他脑子中间有两种危机意识 一个是皇袍加深的危机 一个是继位合法性的危机 所以他对武将防范特别紧 而且宋太宗认为 一介草民李顺 都能鼓刀出来一个大树王 如果我派去一个武将 他在那搞鼓刀出来 恐怕就不是王爷了 所以 绝不能派一个通晓军事的武将去 所以想来想去 派王继恩 最合适 所以宋太宗 派出王继恩以后 又觉得 那王继恩有了变异形势权 那王继恩岂不成了四川的老大了吗 那要是王继恩这个老大在捣捂点事 谁还能再管住老大呢 他太宗的心里太复杂 太宗的心里想了太多 所以他想了想 赵昌岩不错 赵昌岩最了解我的心思 因为赵昌岩读的是读心术的学位 获得了读心术的博士学位的 所以他对这个宋太宗心里的任何微妙的变化 真实的想法 他都了解 所以他任命赵昌岩 担任川山五十二州 行营马步军都部署 整个四川陕西这一片五十二州 军事总长官 包括入署的王继恩 也要受赵昌岩的官礼 他觉得这样一来 双保险 希望我这个防盗门会更好一点 更安全一点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李顺建立的大鼠政权是怎样被宋军消灭的 李顺本人的结局如何 敬请关注百家想谈系列节目 宋太宗第二部制风流云散 宋太宗这个双保险的安排 一方面显示出 他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 可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觉到 此时的宋太宗太多疑了 他对手下的大臣完全不信任 同时也说明 在宋太宗的晚年 他对大臣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了 那么这一次 王继恩和赵昌岩能够完成宋太宗 交给他们的使命吗 请继续收看 记者节目 王立军读宋史 宋太宗第二部 风起云涌 赵昌岩带领军队一出发 走了十天左右 出了两件事 第一 是有一个峨眉山的僧人 这个人靠什么出名啊 他是一个著名的江湖大师 会算命 特别是会看面相 他对宋太宗说了这么几句话 赵昌岩鼻折山根 此反相也 不亦为一属实 说赵昌岩这个面相不好 叫鼻折山根 什么叫鼻折山根呢 就鼻梁的最下面这一点 凹陷 就这个地方凹陷 这叫鼻折山根 所以 这个面相 是个什么面相啊 是个反相 赵昌岩这个人 长了一个反相 如果要叫他去的话 等不到王极恩反 赵昌岩就反了 这是第一句话 这一句话一说 一下子让 宋太宗 新朝起伏起来了 第二 紧跟着 又有人说 说什么呢 说赵昌岩 肃腹众鸣 又无似戏 今卧兵入蜀 恐后难治 赵昌岩有两个特点 第一 救父圣鸣 他很有名气 第二 又无似戏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有孩子的好办 他爹领兵出征了 他儿还在京城开封了 只要攒着他儿子 他爹怎么敢反 赵昌岩没有孩子 这大麻烦 这个人又有名气 又没有孩子 他要是一反 那恐怕更难收拾 你看 一个是算命的 看面相 另一个讲了赵昌岩的两个特点 这一说 宋太宗 后悔死了 千防万防 没有防着这一条 千算万算 人算不如天算 怎么把赵昌岩给派出去了 现在他吹毁这个命令吧 不好吹毁 为什么呢 亡命啊 黄命啊 你不能招令西改啊 你今天发个诏书 担任川山五十二州新营 马步军都部署 明天你就给他撤了 你今天派他去了 明天你就要了回来 那你在天下的人 谁还相信你啊 君无戏言 那怎么办 既然这个人面有反向 又没有孩子压在金城做人质 宋太宗心里嘀咕了十几天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然后给大臣们商量 这样吧 李顺 就是一点小毛毛虫 小毛贼 赵昌岩 是傅丞相 是重臣 我们不拿一个重臣 去对付一个小毛贼 干脆就让赵昌岩 驻扎在 陕西凤祥 不要叫他入川啊 大臣们也都同意 然后一声令下 赵昌岩 驻扎凤祥 然后 孔治局面 但是不要入川 只要赵昌岩不入川 赵昌岩怎么反 都成不了气候 你看 我们分析 他派王继恩做统帅 主要是防范武将 防范了武将 派了宦官 又要防宦官 防了宦官又派大臣 派了大臣又要防大臣 太累了 太累了 这样想过来想去 就一个平定李顺的这个叛乱 李顺的起义 我们还没说到平叛 你可想这个宋太宗多累 这个最后的结果可以告诉大家 李顺起义被平定的第二年 59岁的宋太宗 在开封一命五湖 死了 什么原因不知道 史书也没有记彩 但至少有一点 我觉得心太累 那么多心事 59岁啊 死了 所以我们这可以判断出来 任命王继恩去平叛 确实是宋太宗 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也给他带了 李顺川的麻烦 大蜀政权的建立 王小波的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 达到了鼎盛期 当然宋太宗 接着就派兵去镇压了 那么宋太宗派出了军队 给大蜀军之舰 要经过怎样的较量 这个较量的结果 又会如何呢 请看下集 风流云散 谢谢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